大家好我是樂學阿傑 我記得小時候我最喜歡在我們山邊的什麼 蓮霧樹下 為什麼 夏天的蓮霧樹下有非常多的 登登 你看蓮霧只有滿地都是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地上在跑的都是什麼 很多這種我們講的虎頭蜂 虎頭蜂其實成蟲以後呢 它們就是什麼 它們就是樹石 它們在幼蟲的時候都是 幼蟲的時候是虎頭蜂的成蟲飛到外面 把這些毛毛蟲 或者各種昆蟲 把它的漏球取下來 帶回去餵幼蟲 但是虎頭蜂成蟲以後 它就變成樹石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在旁邊這邊 我來找一下 剛才看到雙金環 就是黑尾 然後台灣大虎頭蜂 喔看這邊 這個一隻雙金環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跟著我的手 我的手在這 雙金環有沒有 這一隻 雙金環虎頭蜂 雙金環虎頭蜂 當然還有 台灣大虎頭蜂 黑腹黃角色幾種 看一下 好 這個是雙金環虎頭蜂 然後它其實真正名字叫 黑尾虎頭蜂 別忘記 我們可以看到 這隻是黃角虎頭蜂 它是僅次於黑腹虎頭蜂 第二兇狠的 然後也非常的毒 所以各位看到 小末端是黃色的這種虎頭蜂 要特別小心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黑腹虎頭蜂 把黃椒虎頭蜂趕走 這隻就是台灣最毒最毒的虎頭蜂 又叫 因為它的蜂巢 就像雞的籠子一樣 超可怕 真的到處都是虎頭蜂飛來飛去 有沒有 肚子整個黑色 所以叫黑腹虎頭蜂 好 台灣體型最大的 台灣大虎頭蜂出現了 它女王蜂可以長達4公分 你看這一隻 它體型大 而且同是整個橙黃色的 所以各位看到 台灣大虎頭蜂 也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因為它是台灣第二毒 不要 各位不要忘記 如果你看到這些虎頭蜂 要非常小心 因為每種都超毒 熱血阿傑熱血介紹 哇賽 我跟你講 我旁邊這隻就是黑腹虎頭蜂 我其實超害怕 為什麼 因為萬一被它叮了 我就check it out man